铁嘛,不太好弄啊,大壮,你回去告诉周苍和曼城,让他们继续扩大交易,囤积粮食扩建山寨,然后让周苍叫那些带着家属的流民上山开垦,至于铁矿,我会想办法解决,在这之前,先制作木毛,木顿和木凯,将就用着,还有其他吩咐吗? 把这个,也一并给曼城带去,这是我刚刚制作好的撞股单,共有100颗,告诉曼城,让他自己定价,集中4成利润,按照约定给到云南,好的天师,我一定送到 等到莽大壮离开,马良这才提着打包好的东西朝着府门那边走去 这位军爷,我是来找阿米尔管家的,麻烦通报一声 不多时,阿米尔便从院内走了出来 马兄弟,可是来送药的,这种小事你让个跑腿的走一趟不就行了,何必这么麻烦 这可是给大人的药,让别人来送,我不放心 再说了,这不还想着和阿米尔兄弟聊聊其他事情,要不咱们借一步说话 马兄弟,我们去内院戏聊,正好我这有点好茶,哥请你喝 真是好茶 这肯定是好茶,马兄弟帮了我这么多,哪能亏待你 不过我等会还有事,兄弟有什么要说的,还请尽快 还记得上次我和你说的那状古丸,经过我这不断努力 虽然四川的药材在品质上差了些,但效果上和原版几乎没任何差别 还挺香的 可别小看此物,只需在那事之前提前一盏茶功夫吃尽度中 除非那人是太贤,要不然保管起作用 若是效果不佳,你尽管来找我麻烦 若效果属实,那这可是长线买卖 很多主子就喜欢这等好药 效果肯定属实,不过就是价格上有点小贵 就这么一颗药丸,光成本就得三十两白银 若是卖出,保底得六十两才行 我就赚十两辛苦钱,剩下二十两的利润 阿米尔大哥可和米尔将军自行分配 这东西我会推荐给将军 这样吧,你留下三颗给我,然后等我消息 这三颗是送给米尔将军的 剩下两颗是送给老哥你的 还请老哥能够多多帮忙 只要能赚钱,定然有你一份 你放心,只要东西好 保管有多少消多少 若是做不到,哥哥我也没脸拿你这钱 那我就等老哥的好消息了 对了老哥,上次我那徒弟回来的时候 悄悄告诉我说,云南的铁矿价格上涨了许多 我们这边是一百斤升铁一两银子 而云南那边的黑市价格已经涨到了一百斤升铁二两银子左右 若是将军真有银子上的需求 我这可帮忙小规模走私一些 你疯了,铁可是战略物资 你敢走私那东西 一旦被查到,西瓜都得落地